哈嘍大家好 我是打海爾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從單造谷的村民店開始往下探索 在開始探索以前大家可能也可以先確認一下 自己在灰晶林春秋宅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跟那個牛頭人對話過了 有的話你春秋宅這邊的頭像牛頭人也應該會消失 好那我們就出發開始這部影片的探索吧 那從單造谷往下一個地區的跑圖 基本上是一條線 我們從穿松點出來穿過這個水潭 來到中間之前我們跟火焰山土地戰鬥的地方之後 左轉就可以抵達我們下一個要抵達的地區了 那這邊都是一條線的跑圖 大家基本上也不太可能錯過 所以我們就加速一點點 走出我們之前跟火焰山土地戰鬥的地方 旁邊火長老紅皮腹牛都有機會可以吊真玩 有需要的可以再打一下 我們穿過他們之後 左邊出來這裡會有一個寶箱 可以拿到鐵中鞋一些小晶片 然後在這邊又會再次有火雨 這邊我就跑快一點 不管後面的敵人也去往樓梯的上面走 從這邊的樓梯走到底 這裡會觸發一個小型的BOSS戰 我們要打紅銀戰車 而且是跟我們之前在春秋展那邊遇見的牛一起戰鬥 這也是這隻牛的支線開啟隱藏地圖的一個重要流程 不過如果你真的忘記事前跟這個牛對話的話 之後回到這邊他應該也會出現來抱怨你打太快 好呢我們將這個戰車給擊倒之後 這隻牛就會離在原地 我們跟他對話 他表示打得很爽 不過他不懂牛魔王為什麼讓紅孩兒給擺布 他決定要先幫老大王找到他的座騎 避水金金獸 對話到重複之後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前進的方向是沒有火把的那一側 有火把的地方是我們買的地方 那這邊一樣就是一條路跑到底 走到底就可以開啟下一個傳送點在的位置了 路上是也沒有任何其他寶箱可以搜刮 那上樓梯解決一個火張好 樓梯在這個火張好的側面這邊再繼續上去 那外面出現的一些小怪就是我們之前在灰淨 都已經有遇見過的小怪 其實此時正常來說大家隱身圖 小怪的圖鑑應該也是滿的了 這位小蛋我們側面會經過一個演講 不過那個演講是不能進去的 本質上真的就是只有一條路走到底 最後我們就可以找到這裡的傳送點 這邊是火光地的火遼三關 也是今天我們主要要完成探索的地區 那從傳送點出來我們往傳送點後面看 這裡有幾個香菇 其中第二個那個香菇它看起來特別紅 這個香菇拉出來之後會是一個精英敵人 九葉零之精 這個九葉零之精還蠻酷的 會把自己的蘑菇頭中到你身上 那這邊大家也不用省法力 畢竟不利妙就在後面 記得它之後可以獲得一個頭冠 地零散蓋也可以吸收到它的輕魄 拿到虛空節還有一個種子的材料 最後在我們打倒它的位置後方 就是傳送點的右後方這裡 會有一個打坐點可以進行打坐 這邊是我們在火焰山的第三個打坐點 火遼三關牙醫前的一個打坐點 那打坐完之後我們可以直接走 或者傳送回剛剛的傳送點 那這邊在我們寄到九葉零之草之後 回到六六村找到成龍對話 假如說你已經集齊了12個不同的種子的話 成龍會給你一個叫做惠信蘭的炮九霧 那我自己目前是還差樹珍珠跟火藻的種子 全部種子的量總共會有12個 集齊的話成龍這邊也不會再有交付種子的選項了 好那之後我們回到火光地的火遼三關 這次往前面左邊這裡有一個塔的地方前進 那等一下的跑圖會考驗大家的走路技巧跟閃躲技巧 如果有定身術跟巨型散氣 可能稍微可以幫助你跑圖 好那我們走過來這邊在左前方這裡就可以看到一個大鐵球 這個鐵球會來回在這個路段上轉動 只要被他碰到的話就會立刻死亡 那躲避他的方式就是每一個路段中間會有這些小空隙 通常這些小空隙也是怪在的地方 在鐵球要滾過我們之前跑進去躲一下 就可以避免被鐵球給攻擊到 不過躲著的時候當然也可能會被小怪給攻擊到 所以在裡面可能也可以左右閃避一下 避免被小怪給攻擊到 而且我們就算不解決這些小怪 這些小怪如果追出來的話 也很有可能會被鐵球給攻擊到 好那在我的第五次閃避 就是右邊左邊各上兩次之後 會再閃一次左邊 這裡會有一個領域可以躲一下 等到鐵球再次往後跑的時候 這次就要跑比較遠的地方 路上中間的小怪絕對不要打 你一打的話肯定會被鐵球給撵過去 在穿過這隻小怪之後 右前方這裡會有一個編堡以及寶箱 那我自己是直接開隱身 回去先把這個寶箱給打開 裡面可以拿到燈纖傘之類的彈藥 然後小心如果被打到外面去 很有可能會被鐵球給撵過 等鐵球經過之後 我們再往左前方 這個有蟲子的地方去閃避 既然跟下一個路段之間 也會有比較大的距離 我們需要等到鐵球再次往下滾的時候 再往前進 躲到這裡有香菇的地方 到香菇這個點之後 大家看到鐵球過去的時候 就要立刻往前移動 那我這邊是賣了一拍 如果任何時候你賣了一拍 一個躲避的方法就是 巨型化氣在鐵球經過的時候 剛好會有無敵的幾秒鐘 用巨型化氣的無敵針 也可以閃一下鐵球的攻擊 另一個可以稍微拖住鐵球的方式 就是在鐵球經過你之後 鎖定一下這個鐵球 對他使用定身術 可以拖慢鐵球行動的時間 最後在大家都 躲了幾十次的鐵球攻擊之後 來到最前面這一片火藥之地 就會觸發一個劇情 前面跟我們同行的小狐狸 萍萍又出現了 他拿到了他很青的芭蕉扇 他要滅了前面的這一大團火 不過這個鐵球滾來滾去的 要想滅火需要阻止這個鐵球 此時豬八戒出現了 眼睛一旁的牛魔王只剩半口氣 豬八戒決定 信這個小狐狸一回 豬八戒化身成了豬形態 讓萍萍可以協助滅火 萍萍也真的成功滅掉了火 不過豬八戒跟鐵球 倒是一起掉下去了 火滅掉之後 那我平平擔心他的父親 也化身回了小狐狸一路往前跑 那這邊一樣是一條路 我們只要跟著小狐狸跑到底 就可以解鎖下一個傳送點在的位置了 中間沒有其他任何插入 寶箱或者敵人 不過要走一小段距離 在最後這邊 我們就可以找到下一個傳送點 火光地的雨磚坑 那如果從這個雨磚坑出來 往上走的話 就會是最終的BOSS挑戰 但我們還不要去挑戰BOSS 因為火光地這邊還有一些探索沒有完成 我們也還沒有去到火焰山的隱藏地圖 那這邊我們先從火光地 傳送回我們一開始探索的地方 單走谷的翠雲殿 回到翠雲殿之後 我們要重複一下 影片一開始進行的跑圖 那這邊一樣我就放倍速 希望上就是一樣的 跑到火光地火藥三關的那個路線 重複一次這邊的跑圖 是因為剛剛豬八戒 把那個鐵球給解決掉了 這個鐵球的屍體就在前面 我們走到鐵球在的位置 是可以吸收到他的金破的 那吸收完鐵球的金破之後 大家可以自己想辦法脫離一下戰鬥 然後速力輕浮回去 回來之後 大家再從翠雲殿 傳送回火焰山的火藥三關 一樣我用倍速 因為我們要跑回去 剛剛石頭有滾下來的一個地方 那剛剛那邊是因為有那個石頭擋住 所以我們的路沒有辦法過去 現在這個石頭被豬八戒幹掉之後 我們跑回去 這裡又有新的地方可以探索了 而且路上的絕大多數小怪 在那個石頭死掉之後 也跟著一起消失了 不過我們之前撿寶箱旁邊的這個 背包還是在 那再來我們看到背包的 正前方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塔 左側如果你蘑菇還沒踩的話 蘑菇也會在這邊 從看到這個塔的地方 右邊是可以右轉進來的 進來之後 左前方這裡的樹上會有一個 弱家香藤 不過也會有一個活石頭人 掉出來偷襲蜜 那我把它解決掉之後 我們撿一下弱家香藤 撿完弱家香藤之後 我們回頭在正中間這邊 可以看到一堆碎石堆 我們走到碎石堆的中間之後 這裡的岩石就會被組合在一起 出現一個碎仙風 那跟他的戰鬥比較麻煩的就是 他的蟹比較厚 而且他也會召喚出一些岩石小怪出來助戰 不過整體來說並不難 擊倒他之後可以獲得夜火金 以及吸收到他的金魄 然後如果你在這邊戰鬥死掉的話 代價就是你得衝跑一次地圖 有一點麻煩 所以最好不要死掉 將他擊倒之後 我們快速對一下位置 左邊這裡有一個塔 我們要往塔的對面 就是右側這邊走 這裡前面也可以看到一些岩漿 不過那個岩漿是下不去的 我們可以繞著右邊這邊的岩石入走 在下坡一點點的地方 左前方這裡會有一個寶箱可以撿 附近也會有很多的火蟲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四個火銀沙 火銀沙可以通過打這些火蟲來獲得 假如沒有的話 在遇到的時候 也可以打他們的搜集一下 前面寶箱 我們可以拿到一些淋浴冰鐵沙 撿完寶箱之後 我們回頭繼續往下走 那我順手解決一隻蟲子 在這隻蟲子的下面 或者說寶箱的正下方一點點 這邊一塊地板它上面紅紅的 來到附近就有一個交付的選項 這邊就需要用到四個火銀沙 假如現在沒有 或者你的角色現在狀態不好的話 我們先去開下一個獨立廟 我現在站的位置 左邊有一片岩漿 我們要往右邊這裡走 那這邊沒有什麼特別好認的東西 頂多大家可以認準這個 看起來有特別白的石頭的這個地方 我們往這裡前進 在白石頭的右前方 還可以再採集到一些火藻 還沒有採集到中子的玩家 也可以採一下 看到火藻的左前方 這邊則會有一個 稍微比較精硬的敵人 它後面還會有一個寶箱 那注意這邊不要死掉 你死掉真的要重跑很遠 將它擠掉之後 它裡面的寶箱 可以拿到矽金線 還有玲瓏內單 之類的素材 在剪完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繼續往下走 下面一點點 在經過一個石頭人之後 就可以看到 下一個傳送點在的位置了 這邊是火光地的第三個傳送點 火光地的清涼坡 大家可以先調整一下狀態 或者買一下火鈴沙 我們要回去挑戰前面的那個BOSS 那從傳送點出來 回去的路就是跟剛剛過來的路一樣 所以一樣就放到倍速來跑 如果剛剛第一次經過那個BOSS在的位置 你就已經把它給踢到的話 後面也是跑一樣的路回去開傳送點 好 回到這邊火紅地板的地方 我們選擇叫護 這裡就會出現一個BOSS 火鈴原木 看起來很像那些火焰蟲的母親 跟它戰鬥 它會招戰出一堆火焰蟲 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使用我們 第一張有拿到的祕寶 屁火罩 在祕寶持續期間 我們收到的火焰攻擊還可以給我們恢復血量 非常好用 將它寄到之後 我們可以拿到第三個夜火金 虛空劫 也可以吸收到它的金破 這邊因為我已經解鎖了下一個傳送點 所以我就直接縮地清浮回去 那如果你是還沒有解鎖的話 就是認準這個白色的石頭 往白色石頭這邊走就行了 回到傳送點 這邊我們有拿到三個夜火金 假如想要的話 兵器鑄造這邊也可以鑄造出夜火障了 好 從傳送點離開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往左邊這裡有一個蘑菇仔的方向前進 看到蘑菇之後 右轉過這個岩家 往前走一小段 就會觸發一個劇情動畫 我們預見了這張地圖的 最後一台戰車 赤金戰車 它把嘴裡叼著的東西吐了出去 吐出來的 正是之前跟我們一起 並肩作戰過的牛哥 不過還不及關心牛哥的傷勢 我們在這邊 必須要先擊敗這個赤金戰車 那這邊開場 虛錄一段 然後低身 配合分身術抓了一堆小猴子 就可以擋這個赤金戰車比較大量的協調 最後我們將這台赤金戰車給擊倒 可以獲得一個真丸 羊碎豬 能夠增加一些火焚耐性 最後我們再找到旁邊的牛頭嶺進行對話 牛頭嶺撐著一口氣站起來 他告訴我們 老大王為了紅孩兒做了一堆蠢事 這一切的秘密 一定都藏在這扇門後面 說完之後 牛頭嶺就這樣離開我們了 牛哥 馬哥 都沒了 好 對話結束之後 我們就來到牛頭嶺指著的門後面 這後面就是第五張隱藏地圖在的方向 點擊開門 這裡的門就會碎掉 我們就可以往裡面前進了 門開了之後 我們先貼著左側的岩壁走 我們等一下要先再挑戰一個精英敵人 最後才去開那個隱藏地圖 那當然如果大家現在狀態比較糟的話 可以先回去 回補之後再回來 貼著左邊走 不然走中間直接出去的話 會觸發劇情被傳送走 在左邊這邊走到底 我們可以看到一隻青蛙 這個青蛙在每一個章節都有出現 這次出現他的名字叫做波浪浪 是一個會吐火的青蛙 那這邊我魔力量比較少 所以就是用變身把它給解決掉的 接著他之後一樣可以獲得小獲獅 然後我們就往正中間那個 看到有一個大柱子的地方前進 走一小段 這裡就會觸發一個劇情 這個柱子發出了一個閃耀的藍光 然後我們被傳送到了這一張的隱藏地圖 那這一張的隱藏地圖叫做碧水洞 那碧水洞的完成探索 我們會在下一部影片再繼續 不過我先帶大家去開第一個傳送點 跟撿一下路上的寶箱 從碧水洞出來就是一條路往前走 從一小段上來穿過一個山洞 在這個有破屋子的後面 有一些牛頭人的地方 這裡會有一個寶箱 這個寶箱裡面可以撿到七反火丹的一個單方 撿完之後我們從他對面這個有濕濕的地方進來 這後面我們就可以找到在隱藏地圖的第一個傳送點 畢活動的獵魔坑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會從這邊繼續往下探索 我們也會在下一部影片完成第五張 剩下所有的探索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我是達海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蜴蜜蜜蜜 可能在影片 Jaa